再来公司 站在你的大河 一群最厉害 我刚刚有点吓到 就哇 然后就 他本来就很漂亮 有看到结巴吗 上个月都在宣传 然后一个多月 真的比较忙 比较累 刚好那时候 好几餐饭没吃到 今天是几餐 一餐 早上喝咖啡 然后可能 如果很忙的话 有跑通告 会到四点才吃一餐 然后六点 大家在吃饭的时候 又骨饿 然后八点多回到家 好想睡觉 就跟着不吃了 所以他有他的表演方式 我也有我的表演方式 就是 其实要把一场戏完成 是两个人有默契跟节奏的 然后有一次就是聊聊聊 讲讲讲讲 然后就OK好就拍 结果我就问他说 我方便问一下 你是几年出道的吗 结果他回我 我2001 你呢 我2011 所以我就说 他是前辈 这样子 拍了半年都 我第一次看到 提安雅珠 最流众 倒是这么生气 我真的是嚇到 我会先走戏 走完戏 走完戏之后 就会失录 通常我们都是先从 最松的开始录 录到特写 所以我设计的方法是说 我先附送你的话 让我有时间去思考 我要编什么谎言 所以我就说我觉得 然后后来才拍他 我的已经拍掉了 拍他的时候 他说 你认为呢 我就跟他沟通 我说你这边可不可以帮我说 我觉得呢 因为我这边已经拍掉了 那你那边的特写要用 那你说你认为呢 那就跟我设计的 我觉得 就是完全没有关联 所以我就跟他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说我觉得 因为你松的也讲我觉得嘛 所以你紧的可不可以说 我觉得那没有关系啦 然后副导 跟导演也觉得还好 无所谓 然后我就 我就拍我特的时候 我就直接讲说 你认为呢 因为我没有跟导演还有副导 去沟通说 因为我有设计过 所以他们会觉得那没有差 可是我有跟他说 我有设计过 没有你后面才跟我讲说 你有设计过 没有 你后面才跟我讲 我跟你讲 第一次你说没关系 第二次我才跟你解释 解释完你又再讲一次没关系 所以我才会走戏 火腰味 没有 那我们已经好了啦 12月到1月拍的时候 我在片场 连看都不想看他 连打个招呼 我其实都不想 其实我都跟罗平 对 然后我跟他很少很少对到 然后有对到的话 也是我很累了 然后我也不太想说 所以这件事情 就是最近才发生的 因为我们最近的戏 有慢慢走在一起 以后还会 再跟阳晴上山吗 我吗 对啊 我不知道 有时候其实 他们都会来我家吃饭 对啊 我一直也会下去 因为他们家有游泳池 我跟他去吃饭的时候 我不是有事先跟我老婆说的 嗯 那老婆看到事情 会不会觉得 你有点委屈啊 这样子 欸 她说我老婆 你怎么会搞那不行 我说 我都不知道 我可以叫你家去吃饭 那些气氛和乐德 这样路过 这样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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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